今天我們要來做番茄牛肉麵 準備的材料爐上 帶骨牛肉一盒 紅蘿蔔一條 洋蔥一顆 番茄兩顆 蔥兩隻 薑六片 辣椒一小條 辣豆瓣醬一匙半 醬油70ml 米酒40ml 冰糖一匙 冰糖可以省略 牛肉的部分建議可以用牛腱 第一步冷水牛肉下 煮至水滾 水滾後撈浮沫及牛肉塊 浮沫撈乾淨就可以把遮鍋湯做為湯底 起鍋熱油洋蔥炒香 接著加入牛肉一起翻炒 接著加入番茄拌炒 紅蘿蔔 接著加入紅蘿蔔 是裝潤蘿蔔 灵油 配約一匙大約的蝦豆瓣醬 灑豆瓣醬 接著把蔥 薑 及冰糖一起倒入鍋中 把湯汁加滿 用剛剛煮肉的湯或白開水都可以 最後加上米酒 蓋上鍋蓋 燉煮一小時 確認牛肉煮透後再煮個麵 番茄牛肉麵就可以上桌囉 超簡單的番茄牛肉麵完成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YouTube訂閱 點讚我的粉絲團 以及追蹤我的IG喔 我會跟你們拍我一會 請問一下 可以幫我嗎 我們拍我 請問一下 影片下一個影片